梦想如果加上翅膀就会废 如果梦想只是梦想 你不去做 真的永远都是梦 所以做就对了 2021年 比利时观光美食节国际大赛 台湾团队用夺18面金牌 这个金牌团队 就是变荣云一手交出的果冻花师生团 但在风光得奖之前 作为越南加来的台湾新著名 变荣云追梦旅程的开端 不像现在充满七彩花卉 更多的是刚起步的茫然不安 从小是家里是做餐厅 打货店 那时候想要说 没有发觉说 我对这个试的东西有天分 因为觉得是父母的安排的 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那时候才会想选择要去做美容 去学美容 然后绕了一大圈 又回来厨房 刚开始做果冻花是真的 第一就是表发时间 第二就是小孩子能顾得到 家庭就顾得到 还没有做果冻花之前 跟做果冻花之后的 很明显的是 第一明显是个性比较改变 就是比较容易的 听得进去别人的话 都会往好的方面去想 因为你心都会比较神静下来了 接触到果冻花的变荣云 被制作过程中的疗愈能量感动 因此也希望把这份感受 传递给身边的人 从家里的餐厅就很多的 分享给很多越南姐妹 或是我同事 人越来越多 越多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外面 在三重实际那边开班教学 一般的台湾人教课都很不容易的 更何况我们新住民 就是语言上面没有表达 就是我想告诉你这个怎么做 可是我们讲不出来 怎么教都教不坏的时候 你觉得我到底是哪里出错 我到底是哪里做得哪里不好 课堂上的沟通不顺 与文化差异 让变荣云一度受挫 所幸他保持着做果冻花时 错了没关系 重新来过的精神 最终课程大受好评 不但学生遍布全台 更有人跨海前来学习 后来他还将食谱著书出版 并把版税所得捐赠给需要的人 同时变荣云也抱持着关怀的心 担任新北市社会局讲员 分享自己的人生历程 协助新住民融入台湾这个大家庭 新住民来台湾的时候 有很多的文化的冲突 就像好了我们的过年 不是要煮我们越南会煮苦瓜串肉 可是在台湾的话 你要煮苦瓜 大过年你煮苦瓜会被骂 多人都不知道 像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是过来人而已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经历去分享 透过我的演讲很多的人留言给我 真的还蛮温暖的 他说就是我的故事可以鼓励到他 可以帮助他 无论是果豆花 出书或演讲 变荣云都是心向梦想 努力帮助身边有同样需求的人 这样的精神让原本并不十分支持他的家人都被感动了 转而成为他的后盾 这几年我婆婆她真的蛮贴心的 然后就叫我老公下去帮忙我做 我去韩国比赛的时候 拿上冠军的时候 其实当下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感谢我先生跟婆婆加支持 因为我们孩子整个小病毒 整个嘴巴都破了 你还有心情去比赛 应该是没有 然后我先生就说 我醒家好了 你去 你不用担心 孩子我来过 因为经历过挫折 因为有家人的支持 变荣云要将更多的正能量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在果冻花享受温暖与快乐 我跟变老师真的就一定是像朋友一样 幽黏的 我还是陆陆续续就是我会从家园上来 其实她是一个真的是比较不常识的老师 就是说实话 因为我小孩喜欢吃果冻 我就学一堂课 看到果冻 揪出来的花真的很漂亮 让人很喜欢 所以我就继续学 学到老师还带我们去比赛 我现在给我学员 我给他们的是方法 他们也是跟我一样 他们也可以双信 变成属于他们的东西 所以果冻花它不会限制你很多 就是你自由 你可以做你自己 叶荣云带领学员 在果冻花的世界里 找到自己 生命就该如此美好 就该如此缤纷绽放 不是吗 不是吗 我刚才能说 我真的必须好 我真的会是一个人 我真的会想到这些人 你不想到你 你了解